我們第二場演講就開始 第二場演講的講者是雷祥林教授 雷老師是台大化學系畢業 然後到就轉行 然後就轉行 轉做科學史 那他是在芝加哥大學 拿到科學史博士 學位 我其實應該早就想到要邀請雷教授 來我們這個科學史論壇演講 可是我 somehow就忘記了 直到我差不多在兩個月前 在美國的科學史 或者是科學哲學 我忘記是哪一個刊物了 我看到一篇書評 是評雷教授在 應該算是去年 去年出版的一本英文著作 那個書名翻譯成中文叫飛鯉飛馬 然後那篇書評 對於雷教授那一本英文著作 是戰略有加 非常欣賞 那對我來講不在意說那個書 是讓我想起說 怎麼有這麼一個科學史專長的人 我忘記邀請他來到我們這個沙龍演講 所以我馬上就跟他聯絡 那也很高興他立即答應 那我剛才跟他講 這不是他最後一次來我們科學沙龍演講 以後還會再麻煩他 好 他今天的演講題目大家已經看到了 好 那現在就歡迎雷教授 那個大家好 很謝謝那個高永泉老師的那個邀請和介紹 好 那剛剛就像他說的 他剛見到我說 這應該不會是你第一次的演講 我跟他說 也許聽完你就會改變主意 再也不會邀請我了 就是原因是 其實我今天講的題目 我想跟我們大部分的科學史演講的系列 都可能不太一樣 我們大部分的科學史 我想應該還是關係一個重要的 科學知識的突破和發現的歷史 即便像王道環老師剛剛講 就像他說的 那在1853年左右 就已經有了重大的突破 而且那個想法到今天都還是基本上可以成立 我們大部分的科學史是關於這樣 一個重大的發現和知識突破的故事 那王道環老師剛剛講的非常精彩 把它連接到目前還是有的爭議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是一個 基本上是這樣的故事 那待會大家聽我演講的會發現 我這個故事講完基本上沒有發生任何事 就是沒有什麼可以寫在科學史裡面的事情 那第二個原因就是說 我說可能就是說 這也不見得說不定高永泉老師會後悔的原因是 至少我知道本校的校長會很生氣 我說的是傅思年 就他如果知道我們今天在一個科學教育講座裡 有人來講傳統醫療的話 他一定會從復原理翻起身來 就說大家待會會聽到這個故事 但是無論如何在有一個意義上 我的故事的確是一個關於 傳統科學史的故事 這是關於一個科學英雄的故事 而且是一個對台灣來講 可能最重要的科學英雄 對不起 我沒有辦法翻到下一頁 可以嗎 可以 那我剛剛比下面 就是杜聰明 那個杜聰明 後來以前的國科會 在2007年已經建立杜聰明獎 應該沒有錯的話 是我們台灣頒給世界最高的科學獎 對不對 所以是以他作為科學的代表性人物 所以我這個沒有什麼結果的故事 是環繞著這個科學 算是一個科學英雄 至少對台灣來講 是個最重要的科學英雄 然後我的講題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說的 叫做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 那我今天這個演講 第一個部分是想跟大家說 這邊有一個謎 因為可能很多朋友都沒有覺得 有這個謎的存在 這謎的 我用很簡單的話講 就是台灣醫學現代性 事實上 應該也算科學現代性的代表人物 杜聰明博士 為何盡持續一生的推動 被認為落後 和不科學的漢醫醫院計畫 那個 我想對於在座的人來講 杜聰明應該不需要太多的介紹 對不對 那我們大家應該都聽過就是說 他的關於鴉片 還有關於蛇毒的研究 都無論對公共衛生 或對台灣的科學發展 都影響深遠 我們也都聽過 他有第三個很重要的研究 是漢醫 那有時候有聽過這個事情 有什麼成果 或者說我們現在 市面上有的非常多 關於杜聰明的傳 這個部分可能都沒有寫到 對不對 那可能很多 很多就是說把杜聰明 放在一個這麼樣重要科學英雄位置的人 可能都覺得有點尷尬 就杜聰明居然 還要支持這個漢醫醫院計畫 某個程度來講 這個想法到今天都還是爭議的 我知道不久以前 現在是在那個 耶魯大學任教 中研院院院士鄭永齊 曾經建議說 那個台灣大學各醫學院 要一門課來教中藥 結果那個中研院士都非常生氣 就覺得說台灣人已經夠迷信了 如果中研院院士在主動突破這個協議的話 那大家一定會變得更加的迷信 所以這個問題始終是在這個脈絡中開始的 那 好 那這其實不是偶然的 因為我現在想把它放到一個歷史脈絡裡 來跟大家說為什麼我覺得 剛剛那個謎題存在 因為對杜聰明當時的人來講 其實很難想像就是 他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一個 一生動作做這樣的推動 那這個是放在整個東亞的脈絡裡非常清楚 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由日本所代表的一個 現代性和科學性的起點其實就是科學 大家仔細想想看 我們小時候聽過的就是講 中國的那個自強運動 其實很少講到醫學 就相對於整個西學的進入 就是說東亞的脈絡裡 對日本來講 是他們開始對科學 和對西方知識產生興趣的源頭 但在中國來講是非常晚非常晚 才意識到它的重要性 那我們都聽過在解體新書的時候 就說日本人解剖開身體 然後發現這個身體呢 跟荷蘭的解剖圖很像 跟中醫都講的不像 然後開始對他們對西方知識的興趣 所以這叫做來學事實 甚至於呢 如果大家去讀很有名的 就是現在在日本鈔票上的福澤玉籍 他的自傳非常的動人 你們也可以讀到 那時候他們大家最喜歡嘲笑 就是傳統的漢醫師 就是說他們的多麼的無知等等 所以簡單講就是說 應該說是跟 就是說日本的啟蒙大師 他的啟蒙經驗 就是說漢醫根本是錯誤的 然後他也創造出一個很有名的說法 就是說漢醫都是草根樹皮 這樣子的想法 那所以說後來 像現在我們研究現代史的 就會認為說 這個醫療跟日本的現代性 啟蒙人物密切結合的事情 影響非常的深遠 甚至於在這本呢 後來就是說得到 就是現在 東亞現代史大獎這本 Russell Garsky 顯得衛生現代性裡 他就講說 衛生更成為現代性的代表 以及日本殖民擴張到 滿洲 朝鮮 台灣 以及中國的核心核心策略 所以通過衛生和醫療史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東亞史的 重要的脈絡 但我今天現在 沒辦法繼續再講下去 那另外很有名的就是 後藤新平提出的 國家衛生原理 甚至到1925年 台灣明報的社論 元旦的社論也說 我們現在回顧總督府 治台30年的政績 從頭自尾 我們最可以稱讚 就是衛生方面的 設施這一點 所以衛生醫療 跟現代性的關係 在日本甚至到日治台灣 都是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個連接 那這後來也影響到中國 的一個很有象徵性的一點 就是我們都聽過孫中山 要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 1925年 那在那個時候呢 就有人建議說 問孫中山 已經知道西醫無救了 問他要不要吃中藥 那那時候報紙 就每天每天都在報導 看看這個領導 推翻滿清的一個領導人 會不會在 會不會在他生命最無 每天都在播喔 會不會看在他生命最無助的時候 就決定要吃中藥 那那個後來他最後決定要吃了 那那個時候協和醫院院長 要求他一定要搬出協和醫院 就說搬出去才能吃 那報紙緊密的在報導 就是看說他是不是在最後 自己生命垂圍時 就背棄了他所代表的現代性 所以那個是很具有象徵性的一刻 那那個一度呢 孫中山據說聚服中藥 所以後來魯迅就有寫 他說 孫中山聚服中藥的消息 不下於他一生革命事業的感動過我 就推翻滿清還沒有這麼了不起喔 就說一定要不吃中藥 才能夠有這樣大的重要性 那事實上孫中山最後還是吃了 那魯迅一定也知道 所以我覺得他在強調說 孫中山曾經聚服中藥過 後來可能喪失行為能力喔 被他的同志強迫之中藥 因為這是一年後他寫的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 當時那個象徵意義 那事實上後來 中西一論真時候 就是我們曾經當過台大少長的傅思念 他有說 那時候已經 東北應該已經淪陷了 他說中國現在最可恥最可恨 最令人氣短的事 不是匪患不是外患 而是所謂中西一之真 他覺得沒有什麼事情 比這個事情更重要 然後呢 他這邊大家看 我們跳一下 到現在還講的中西一 岂不是全世界人類 覺得中國是人 人類的另一種 但40年學校 還不能脫離這個中世紀的階段 就如果你還不能夠 清楚放棄中醫的話 你就顯然沒有進過現代嘛 就你在中世紀的情況 跟全世界一樣 使人覺得教育的前途 仍然枉然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時在整個就是說 跨東亞的所有的進步知識分子 都有非常激烈的態度 要來排斥 要來認為就是說 中醫是沒有價值 而必須要全部 予以摧毀的一個 而且摧毀沒有任何值得可惜的地方 就像他們講的就是說 現在這所有的理論 能不能對應的實物都沒有了 所以即便全部 這是現代的一個關鍵點 就是我們史無前例的 有了關於真理的知識 所以比如說物理上 我們終於得到真正的知識 那以前那些被稱之為文化的物理學 有什麼價值可以被留著 也許可以留到中文系 讓中文系去學 這是當時他們的建議 但絕對不必留在台大理學院 或台大醫學院 所有的東西都放棄了 也在所不惜 因為史無前例的 我們得到了關於真理的 關於自然界真正的知識 所以大家從地方也可以看得出來說 科學史實際上是這個 現代性的一個核心概念 那這也是為什麼 傅思念覺得這麼重要的原因 因為假設我們認為 因為如果我們 這個以科學作為基礎的現代性 會使得我們覺得 所有的文化放棄很多以前他們 擁有的東西都毫不可惜 因為我們終於被真理解放了 那假設說你在這邊 中醫可以被留下來 可以留到台大醫學院裡的話 那你表示 還有很多很有價值的東西 你還不知道怎麼衡量 那這樣如果連自然的知識 都是這樣的狀況 就像他講的 就是說 對於極容易分辨的科學常識 還在混沌狀況 何況較複雜的事 那所有其他的事就是說 如果有中國 中國式的民主政治 中國式的資本主義 或中國式的任何東西 法治 全部都變得可以想像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對他們來講 為什麼魯迅和傅斯年 會有這麼激烈的一場 裡面就反映了就是說 科學史在現代史上 一個核心的地位 那我希望那個高尹全老師覺得 這是我們科學史意義的擴張 那 好 然後呢 杜初鳴奇珍的長期在支持中醫 他在1928年就發表過一個 有關漢醫藥研究方法的考察 一共有31篇 那在 而且不管是在日治時期和戰後 他都曾經提出過 兩度建立漢醫醫院 一次是1928到29 一次是1946 那 然後呢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就是說 到1956年 教育部醫藥委員會 他還這樣講 他說我以前在台北地大 台大醫學院 我都有教中醫藥史 中藥藥物學 和傷寒論 給學生一個概念 最近呢台大醫院教務處跟我說 時間排不下了 大家可以想像 你跟你院長說 我們排不下你的課了 這什麼意思 因此我決定呢 就說 我最近要創立高一 我要在未來實現 他要到高一他果然就教了 而且還把這些東西都出了專書 就你就知道他對這個事有 有多麼的 多麼的在乎 那 所以 所以無論是在日治時期 或在戰後 情況都是相相同的 好 那所以我現在從這角度來講 我希望大家覺得 這邊的確有個謎題 就是說 作為第一個台灣的PhD MD 然後日本 據說這也是日本給外國人的第一個博士學位 然後現在成為台灣現代科學性代表的人 他為什麼在剛剛那個歷史脈絡中 會長期的支持 前現代的 傳統東亞醫療 或者說如果大家覺得 大家覺得這算一個謎題嗎 若有不贊成可不可以現在就說一下 因為這個謎題的另外一個好玩的事情 其實大家以後可以注意一下就是 我覺得這是個很明顯的謎題 但是沒有人把它尖銳的提出來 因為其實提出來就很尷尬 因為大部分人都回答不了 那大部分人可以想到一個回答就是說 可能杜聰明也是有民族主義 因為聽說 袁世凱決定稱帝的時候 他曾經企圖去北京 要在北京的水庫裡下毒 來毒死袁世凱 幸好他沒有真的做 那不知道毒死多少人 可是就是因為可能有人會認為 這是出於民族主義的原因 我待會的解釋就要說不是 那無論如何 我今天演講第一個部分就說 我希望大家覺得這邊有一個謎題 然後現在問題就說 這個謎題的答案是什麼 那我的演講的下半部 我要解開這個謎題 那這個謎題解開之後 可能會反過來讓我們來想就是說 為什麼杜聰明堅持一生的置業 會持續的被認為落伍的 違反科學的行徑 那我現在就進入下一個部分 那我下面要解釋這個 杜聰明的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想把它放在一個多重的脈絡裡來看出 它的構想的一個特殊性 包含放在中國 日本 還有美國和世界醫學史的傳統之中 所以我稱之為多脈絡的歷史比較 因為他的想法真的非常突出 然後就說我們只是讀他的 你反而感覺不到說他的特殊性 所以我現在第一個先把它跟一個他認識的人 也跟他同時代的人相比 那這個人在現代中醫史上非常有名 他叫余妍 他畢業於大阪醫科大學 留日的 然後他在幾乎同一個時間 就是杜聰明提出來的時間 他在國民政府成立第一個衛生部之後 第一屆中央委員會議提出掃除就醫 廢止就醫 掃除醫室衛生之障礙 而引爆了中西醫論真 那是一個關鍵的人物 所以現在大家看任何一本的中醫史 都一定會講到這個人 也會講到這一篇這個proposal 因為就是說這是中醫史的大罪人 關鍵罪人 然後他跟杜聰明都互相認識 杜聰明有稱他為友人 然後杜聰明的政策到了後來 後來就是自從毛主席開始支持中醫之後 就把國民黨的政策稱之為壓制中醫 然後把國民黨時期的政治都稱之為 餘鹽的廢醫存藥政策 所以大家知道他作為一個就是說 中醫史的罪人的地位有多麼的顯著 那他們兩個很像 同樣都留學日本 在日本結尾友人 都提倡研究醫學史 然後同樣提倡以科學方法 研究傳統藥物 同樣反對醫癢物行 而且餘鹽主張廢醫存藥 而他說呢 夠得上研究條件的人 不想研究中藥 想要研究中藥的人 夠不上研究條件 就是說有些中醫想要研究 但沒有資格 沒有能力 但是呢有研究條件的 這個現代的藥學家和西醫學家 很多人都不想研究中藥 那從這角度來講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杜聰明是這個 就是餘鹽心目中的一個例外 對不對 他夠得上研究條件 而且他非常想要研究中藥 然後呢 杜聰明的這個原始的想法 看出來的地方 就在台灣明報 叫做漢醫學的研究方法的考察 然後剛剛那個 王道環先生講到就是說 如果尼漢德塔人發現 紐約時報會報 但是我們蘋果報一定不會報 那這個很有趣 這個 這篇報道 一共長達六萬字 在這個報上連報了半年 就是這也是非常驚人的一件事 就是說報紙嘛 非常詳細的東西 每天每天報 報了連載了三十一還是三十三篇 所以共報了半年 那原始的起源原因就是因為 有人聽說說 杜聰明回台灣了 然後大家對他寄予厚望 就說你學了這麼好的東西 沒想到就傳出他的件 漢醫醫院 所以別人就開始覺得說 你怎麼搞這種飛機 然後立刻有人起來罵他 罵他一個人叫起源 然後杜聰明為了回應他 就居然寫了這麼六萬多字 然後他報上連登了半年 就來反駁這件事情 那這個反駁中杜聰明很提出來一點 就是說 在這個文章裡 他就等於細密的描述 採取的做法 那做法我們有好幾個地方 可以來比較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第一個嘗試想到 杜聰明得的是藥學博士 所以你會以為 他是用藥學方法來研究 可是其實杜聰明寫這篇文章之前 他是跑到歐美去留學 所以剛剛他這個決定的 一方面是一個他在日本所受的 研究的延續 另外一方面又是一個突破 延續的就是杜聰明文章裡就有寫 日本從明智為信以來 對和漢生藥的科學研究 對世界有很大的貢獻 其實那是當時 日本研究的一個很大的特點 他們投入非常大的力量 研究傳統的本草 可是杜聰明在剛剛那篇文章裡 他就說 他主張要以臨床實驗的方法來研究 漢藥的時候 他清楚地意識到 這是一個對日本既有的 研究傳統的突破 他介紹一個新的研究的方法 叫實驗治療學 那個是他從1926年 被總督府送到歐美留學 兩年四個月之後 才剛剛學到的新東西 所以他要做的事情 不是他在日本的做法的延續 那我剛剛講說 日本的做法 其實在當時已經算是一個突破了 因為在西方當時已經覺得 傳統的本草裡 值得研究的東西很少 所以這個很有名的 這個Oliver Holmes他就說 如果我們把所有的以前的Material Medica 都丟到海裡面去的話 事實上呢 對人可能很好 但對魚很不好 就表示沒有什麼研究價值 那事實上當時 日本一直投入 還蠻多力量研究本草這件事情 譬如說協和醫院的 也都很懷疑 一個非常有名的叫中國 有去考察過的人 就覺得很奇怪 就覺得日本人為什麼要花 這麼多功夫研究這個東西 那杜聰明在這個程度上 他是日本這個研究傳統的產物 可同時呢 他要提倡的是一個突破 他就說 剛剛我講的那面文章 是他1929年 在台灣明報上發表的 在1928年的時候 他就曾經發表過 歐美醫學視察談 這也是其實大家讀 杜聰明東也會蠻感動的 他去哪裡考察完 回來真的寫非常詳細的報告 他清楚的意識到 那時候大部分人沒有機會 去那些實驗室 他的報告比我們 大部分教授寫的國科會報告 我想都詳盡的 多了非常多 他就講就是說 我把我考察到的 就是說 治療學作為獨立的講座 已經很多了 但日本各大學 治療學沒有獨立的講座 所以你一聽你會覺得很奇怪 事實上日本以前 醫學傳統以德國為模範 只輸入德國獨有的藥理學 如法國系統中 極有進步的治療學講座 則置諸不問 所以他那時候覺得 他看到新的發展 這是超越當時 德國和日本 研究傳統之下 研究藥物的方式 所以他是要研究 引入新的研究方式 那他特別講到 就是當時這個 實驗治療學這個學問 是這個John Abel 他在John Hopkins 發展出來的一個新的 新的這個 理學科 那這個團體成立在1908年 他本來也是德國 訓練出來的藥理學家 也就是覺得這個研究方法有限 所以他覺得說 不要說我們只在 在動物身上 做藥理的測試而已 我們應該跟治療學 醫院的工作緊密的結合 那杜聰明就訪問過他的實驗室 而且跟他一起工作過 然後他稱之為 杜聰明稱他為 美國科學家中 他最admire的三個人之一 所以大家可以清楚看到說 他在做這件事 他想要引入一個新的 而且是超越原來 他在日本才剛剛得博士的 這個藥學 研究傳統的研究方法 他後來在那個裡面 就在講就是說 他在想就是說 他要超越自己原來 藥理的 藥學的訓練呢 要開始引入實驗治療學 他想到可以在台灣進行的 有兩個題材 一個就是鴉片除飲 一個就是汗藥 那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他不是基於一個保守的立場 要提倡汗藥而已 而是他覺得有個新的科學研究方法 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那鴉片除飲的事情 回台灣之後 很快就得到 總督府的支持 所以成為了 現在我們寫入醫學史裡 重要的成就 但汗藥這邊呢 就一直都沒有辦法得到支持 那無論如何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也是為了在台灣發展 實驗治療學 以自我轉型為實驗治療學家 因而刻意選擇了 具有本土優勢的研究題材 這個選擇是雙向的 就不只是為了汗醫 也是為了科學 他想要以台灣為基地 以汗醫研究為手段 而擔任日本 甚至東亞醫學 下一步突破的開拓者 那所以我剛剛已經講到 他是一個新的 想要引進一個新的學科 他甚至要提出一個 新的研究的機構 就是汗醫醫院 他雖然稱之為汗醫醫院 這事實上是當時 受到最多人批評的原因 因為別人他就認為 人家就會以為說 他要建醫院 開始讓中醫師進去了 那事實上他的想法 這是一個研究機構 我們會目擊 我們實驗治療科 研究上所需要的 特定的患者 所以換句話說 你治療不是重點 是你要去研究什麼 你在找特定的患者 基本上不接受 任何外來的患者 而且設計的病房 只有20張病床 那這個也是 杜聰明 剛剛才看到的 其中包括他去那個美國的 剛剛我們講到 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 Institute 那時候日本的野口音室 就在那邊 然後這才剛剛等於是最新 一個很有名的醫學史家 就是說 當大部分的美國醫院 都還在設法取得 基本的實驗設施的時候 那個Flexner 就是這個洛克菲勒 Institute 的Director 已經提出一個 近乎烏托邦的願景 終極而言 醫院就是一個實驗室 所以我們現在 所普遍看到 就醫院本身作為一個 進行科學研究的地方 就洛克菲勒 Institute 是從其中的一個 Leading Institute 然後野口音室在那邊 然後杜聰明到那邊 這個經驗 然後他舉的還不止這個例子 他就說還有那個 英國的熱帶醫學研究所 還有德國漢堡的熱帶醫學研究所 所以他要提出的是一個 新的研究機構 好 那所以我剛剛已經講 就是說 他有一個新的學科 一個新的研究機構 而且他要提出一個新的研究的設計 我還沒講一遍 我這邊 好我這邊 這邊我再稍微加一小段話來講 杜聰明這邊想要建立的漢醫院 進行漢藥的實驗治療學提案 我剛剛講的好像是在 聽起來大家比較會覺得 它是在引入一個新的研究方法 可其實這的確也是一個 有潛力為傳統醫療帶動突破的一個研究方法 甚至在民國時期 就我剛剛講 就漁言提出 就是說中西醫論真之後 很多中醫師就覺得說 我繼續跟你們辯論 比如說 筋脈啦 氣啦 是什麼東西 我是辯不過你 這沒辦法 可是我至少知道我們對是有用的 所以我希望能夠透過臨床先證明是有用的 所以那時候民國時期的中醫師 其實就想要爭取成立中醫醫院 事實上那時候 國民政府的立法院已經通過了 但剛好那時候就是後來就是中日戰爭爆發 國民政府撤出南京 不然就要成立首都中醫院 就要開始進行這方面的東西 所以無論如何這個 杜聰明這個做法其實也是呼應 而日本另外也有一個脈絡 也是在提倡這個治療學 也都是說 我們不要去跟科學家辯論 什麼東西的物質基礎 然後氣是什麼東西 我們先從臨床上證明有效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 會有比較好的辯論 辯論空間 那是一個很重要的strategy 那這邊就涉及到一些科學哲學的東西 但我今天先不要講那麼多 我先往下講 那我剛說杜聰明提倡了 想要引入一個新的學科 引入一個先林研究機構 甚至研究設計上 他也提出一個新的研究設計 那我現在用的這個說法 是語言 就是剛被批評的語言 後來整理的結果 所以這不是杜聰明明白這樣講的 但請大家先從這個脈絡來看 就是說 有兩種想法 一種想法就是說 叫12345 標準的研究程序 我們先做化學分析 找到主成分 對不對 然後再來進行動物實驗 然後再進行臨床應用 然後後來再我們確定有用 我們再進行人工合成 甚至於改良結構 來去掉它的副作用等等 所以一度在剛剛中西論真之後 國民政府承諾要研究中藥的時候 中央研究院 就曾經化學研究所裡 就有過中藥研究室 所以研究的想法 就是集中在化學分析 那事實上我們現在北投的那個 中國醫藥研究所 他們做大部分的研究 也都還是在這個 藥學跟化學研究的傳統下進行的 這是標準的12345 那覺得你找不到主成分 你如何來進行別的研究呢 那另外有 後來被稱之為一個 顛倒的研究程序 或者倒行逆施 54321 就是我們先臨床試用 知道什麼有效 然後我們再進行動物實驗 再用化學分析 這樣有點反過來的一個走法 那杜聰明呢 他就說 對於現在我們那個 還沒有辦法以化學方法 抽出的有效成分 但據稱在臨床上具有 治療疾病效果的藥物 例如治療瘧疾的柴湖長山 當先嘗試對他們進行更為精密的 實驗治療學的研究 一旦實驗確定有療效 就我們已經大家都說有效 每個人都在用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呢 把它拿來確定一下 是不是有效 有效就再移入研究室裡 再進行化學和生物學實驗 這是十分重要而實際的問題 所以他就說 他這個漢醫院成立之後 他要同時並行兩個脈絡的研究方法 包含這個研究方法 那 這個 這就是我剛剛跟大家講 就是說 這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就是因為他的漢醫院的概念 無論在日治時期 或在國民政府來臺之後 都從來沒有實現過 所以從來沒有辦法進行過 這樣子的研究 他做的還大部分還是藥學的研究 只有很小規模的 就是說我忘記是哪一個 非常小規模的做一些實驗 所以從這角度來講 我們可以說這故事就結束了 事實上大家如果去看 杜聰明的自己的傳記的話 他也沒有辦法講什麼 因為沒有做出什麼結果來 可是呢 我現在把這故事稍微延伸一點 他這邊特別提到就是說 他就只有 看他只有舉兩個例子 一個就是彩虎一個長山 據稱在臨床上具有治療疾病 疾病治療效果的藥物 例如治療虐疾的柴虎和長山 這個好死不死 剛好是在十多年之後 在一個不同 在中國被證明有效的藥物 然後剛好那就是我另外寫過一篇文章的 一個主題 那這篇文章本來我是用英文寫 後來被翻譯成中文被收入 從醫療看中國史 題目叫長山 一個新抗虐藥的誕生 那這個故事呢是那個 大家可能有聽過陳果夫 他弟弟就是陳利夫 這就是中國藥大學對不對 那就是他那時候推動的這個研究 那是1940年代初在重慶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說 中日戰爭爆發 然後大部分的奎寧的產地就在印尼 已經被日本掌控了 全世界都沒有奎寧了 然後那邊找不到的時候 他等於就是開始 我看一下我這邊要講多少 我先看一下下一頁 我有點忘了下一頁 我稍微講一下這個故事 故事就是說 他在重慶他那時候當中央政治大學 就是現在政大的前身的教務長 然後那時候已經知道 很多軍民大家都得了瘧疾 但已經買不到奎寧了 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就有一個校工在報紙上 看到報紙上有一個藥方 說是治虐疾有效 那他就拿那個藥方 就在他自己的一個訪客的身上 到他家說得了虐疾 他就叫那個人吃了 就那人居然就好了 然後他就覺得非常興奮 覺得自己有很大的突破 那這有一個部分 他自己只有小學畢業 他弟弟陳利夫是皮子堡的碩士 所以他很敢做這種事 然後他自己這樣試完了 覺得有效不講 他就交給當時的政治大學的教務 那個醫療醫務室的主任 就要在政大學生身上試 看是否有效 結果試完了之後 因為那種抽血 就發現的確是有效 虐人蟲的確被殺掉 所以他就馬上才向蔣介石在要錢 成立一個那個中央政治學校 國藥研究室 後來改名為中國特效藥研究所 然後對長山進行研究 然後寫出這個長山治虐的報告 那所以這個事情後來是真正發表了 然後後來還在science上有登出來 叫長山 a new anti-malarial drug 所以我現在講的故事 大家聽起來很好笑 但這是一個真實的有科學價值的故事 但是杜聰明沒有機會看到他 因為他沒辦法在台大學生身上 抓來試一試 那我看一下 那這個故事裡 所以某個角度來講大家可以看出來 這個故事其實等於使杜聰明原來的 預測有點成立對不對 而且事實上還有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這個故事更深刻一面 讓杜聰明的講法可以成立的是這樣子 等到這個長山 這個研究是成立 就是說已經初步知道有效 可以殺虐猿蟲 找了科學家來研究之後呢 他們就要找說 究竟這是哪一個植物對不對 那然後才發現就是說 真正的這個有效的長山是擊骨長山 可是呢如果當時大家找科學家 你就直接去找課本的話 你會找到日本長山 因為當時就像我跟大家講 就說長期來對於本草研究的權威是日本 那日本人已經研究過了 就是說長山是沒有製虐疾的效果的 所以簡單講如果杜聰 如果一開始就是說故事在這裡 發現有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找科學家 那科學家做的第一件事 就去查書 然後就查到日本的權威 他就告訴你說是無效的 可是因為他們現在已經知道有效了 所以他們就把那個 已經確知有效了之後 就把那個 在重慶的藥市買來的長山 開始進行顯微解剖 跟日本長山比對 就知道他們是不同種的長山 就日本在現代史的過程中 他們尋求用自己本土的植物 來取代中國的植物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章 所以說從這角度來講就是說 是因為我們先在人身上是知道有效 所以你知道這個植物的機緣 日本人是搞的是錯誤的 所以從角度來講 這更說明了就是說 道行逆施的學說 有一點 有些道理 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先信日本的 然後你去找到化學主成分 你永遠不會通到後面 可因為你 而且大家這樣子也可以聽得出來 就是說 真正有效的長山的知識 顯然是掌握在藥商的手中 就你到藥市去買 你就會買到有效的 那所以這個故事呢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可是無論如何呢 陳果夫這樣的研究在當時 參與的科學家都覺得很不安 就覺得這好像把人當小老鼠 來試驗一樣 就說他們的研究方法是 道行逆施 批評他是五四三二一 那所以說 我剛剛在前面講就是說 杜聰明說的研究方法有兩種 對不對 第二種就是說 而後研究實驗室 那 這是 這是一個那個 民國時期很著名的中醫師的 講的 他講的話可以呼應剛剛陳果夫的經驗 他說無論什麼藥物 先從科學驗證其原理 後從臨床覆查其成績 與理為順 於是則背難 先從臨床略知其成績 再由科學驗證其原理 與理不順而於是背意 所以就當時與理不順 就這研究方法大家覺得有問題 而且也覺得是違反 研究倫理 甚至當時很多科學家都 績效中醫 就說這種搞不清楚狀況 就隨便來試 他們就引個蘇東坡說的話 他說學書廢止 就寫書法你很廢宣止 學醫廢人 就是一定 甚至於那個語言有說 就中國以前的民醫一定 醫死特多人 所以他們才會有所發現 就整個想法是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講到這裡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想至少大家有一個感覺 就說從杜聰明的角度看起來 他的研究方法 絕對沒有任何保守的地方 如果不是突破到 有點荒謬的地步的話 他在他想法裡 這是非常有突破性的研究取向 絕對不是一個保守的研究取向 因為至少涉及了四個突破 就是我剛剛說 建立實驗治療學 這是日本帝國裡都還沒有的 這個治療學講座的 醫學傳統的突破 那以實驗治療學來研究 漢藥 也是對傳統藥理學研究取境的突破 尤其是藥理學本身 就是他本人的學術專業 所以從藥理學研究來講 這是個突破 這也是對日本的突破 那他研究的 研究型的漢醫院 不僅在東亞文所未聞 也是民國時期 中醫支持者求之不得的突破 那這個反向的漢藥研究程序 起源就是我剛剛說的 台灣明報上的批評者 說他違反醫學倫理的設計 也是民國時期保受積評 而現在很多時候 就是說被接受的一個 倒行逆施 或者五四三二一的研究法 我說現在普受接受 那個也許沒有那麼普遍 但的確是比當時差很多 因為各位朋友可能有人有聽說過說 美國FDA有說 現在如果你能夠提出歷史證據 說這個藥物有歷史實驗的經驗 他的三個phrase的測試 我們第一個phrase可以讓你 基本上假設他沒有毒性可以跳過 所以突然之間就說大家都開始很興奮 以為說我們一下子可以跳過七八年 然後這樣前途無量都要跳入來研究 那這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我希望我這樣的解釋 可以讓大家有感覺說 杜聰明顯然不是基於民族主義的情緒 或者說他科學和醫學都白學了 他才想要研究中醫藥 這點大家可以接受吧 所以這個意義上來講就是說 我不知道大家會覺得我是解開了一個謎 還是使這個謎變得更令人迷惑 就是說那為什麼這麼久以來 聽起來很合理的研究方式 都沒有人能接受呢 甚至他在台大開課別人也不讓他開呢 有誰想試著說說看嗎 請說 可是現在看起來好像不是耶 現在看起來應該是我們的一屆精英覺得不能接受 他的做法在戰後 對不對 那 所以你在批評我們台下校長非禮慶的拋棄 你能否認你說的是這個意思嗎 對不起 我有點故意逗你 但是我是 我是想要突顯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對 喂 OK 因為就是 據我的認識 就是 就是 因為在那個時期出現過很多的假設 就 比如說有 甚至有的學者出現全盤西化的一些傾向 所以說我 我可能會認為在那個時候有那麼一種傾向 就是 為了 就是 因為可能那批學者認為就是 中國要強大 需要引入新的知識 新的技術 那麼就得把舊的東西給毀掉 這是一種傾向 大概我是這麼理解的 我想你講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對 而且在呼應我一開始開場的話 那在科學這個領域應該這樣做是最有正當性的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如果回想就是說 大家回想一下 其實這是那個北京協和醫院的那個 房舍的設計嘛 那這是 這是刻意的 就是說這上面有一個好像中式的屋頂 你知道 這就是北京協和醫院當時洛克斐爾基因會來就是說 我們是要引入一個新的東西 而且要把這個科學的精神引到中國 但是我們應該要表示對他們的文化有一點點尊敬 所以說我們設法把這個放在現代的屋頂上 然後上次是成為就是說 現代中國建築的一個標竿性的建築 就現在你去北京還常看到這種 房子上有個大帽子 就算是 可是從這角度來講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意思就是說 即便是目的就是要把科學精神 引入中國的洛克斐爾基因會 在建築的領域的時候 他也不覺得以前的東西一定要全部丟掉 對不對 也是可以留下來的 所以在非常多領域你都很容易想像說 我們留下一些傳統的元素 並不妨礙你進入現代 並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在醫療這個領域 在科學這個領域 我們就不會這樣想 因為覺得我們現在知道的 如果都是真理和知識的話 你所有保留其他東西有什麼價值 除了扭曲真理之外 還能有什麼價值存在 所以我剛剛講的是 你講的是對 但是我用這個最尖銳的類比來凸顯出 就是說即便是最要在乎引入科學的 那個洛克斐爾基因會協和醫院 他們也不認為以前一定要全部丟掉 但是對他們來講就很難想 對他們和對所有東亞的進步知識分子來講 都很 都很難想像在科學領域裡 傳統知識裡還有什麼有價值的地方 那 所以我剛剛是 如果我覺得我自己解開一個謎的話 我希望大家覺得這謎好像變得更 更有點難解了 就是回到我原始的問題 台灣醫療現代性代表人物杜聰明 他提出一個有多項突破性的科學研究計畫 卻為何持續一生的被視為 落後和不科學的計畫呢 而且甚至於剛剛的計畫內容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沒有聽說過 對不對 那個很大的原因 其實要回到我們剛剛的脈絡裡 就變成說 就是有點跟剛剛的同學講的有關 就是在我們這個現代性的斷裂中 你沒辦法想像 沒辦法接受 有人提出這樣子的計畫 對不起我 我這邊還是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蠻有趣的 就是我稱之為第二個解謎 就是杜聰明這樣做的原因 除了那是個進步性的計畫以外 我覺得蠻有趣的就是 他很有意識到 他在一個邊緣的處境 然後他想在邊緣裡 怎麼組合起很多東西 而且這邊可以做出一個 在主流的地方 反而做不出來的可能性 就他在多重的邊緣 是現代西洋醫學的邊緣 日本帝國的邊緣 那如果比起傳統醫療的話 你當然是中國的邊緣 就像今天很多台灣中醫師覺得的 但他不以邊緣自限 本而積極地利用這個多重邊緣的處境 將多種邊緣性重新組合 反轉為優勢 從而構想出各個中心 所想像不及的創新 以當時中國罕見的 現代科學家的嚴格訓練 資格研究中藥 這相對於言 在台灣建立起日本帝國 都還沒有發展的實驗治療學 然後在以研究西方世界 他們有實驗治療學 但沒有充分賞識 所以不會進行的傳統東亞醫療研究 所以大家不得不承認就說 如果當時真的讓他 建起了那個漢醫院 他做的研究的確可能是 世界都還沒有人在做的 事實上同時期有一個 啟發他的那個 一個日本學者 對不起我現在忘了他的名字 他在日本也是要推這樣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的是說 我覺得我們大家 應該要這個意義上 我覺得他滿有啟發性的 就是你如何在你的邊緣位置裡看出 你可以組合出一個 那個大象們都不會做的事 那其實也很promising 好 那我在這個第二個解謎完之後 就回到我剛剛的問題 所以我現在要解 我認為杜聰明的故事 所以現在一直 變成一個大家視而不見的謎 的原因呢 跟杜聰明的關係不大 他只是反映了我們的科學觀 把現代科學和傳統醫療 視為兩個對立的 水火不容的整體的科學觀 在這個科學觀之下 兩者間的任何交流互動 合作創新 都變成不正自明的違反科學 就說簡單的說 這種科學觀最重要的效果 就是確保有一個 現代性的大斷裂 確保分裂在大斷裂兩岸的 現代科學和傳統醫療 無法進行任何的合作交流 和相互學習 就是這其實 這回來還是講很簡單 如果我們不認為清楚 可以很清楚的區分出 什麼是前現代的話 你就很難跟它斷裂 對不對 那可是如果你可以很清楚的 把它當為一個整體 把它全面的揚氣的話 你就比較容易進入到 你宣稱跟過去完全斷裂的一個 那個現代 那現在糟糕就是杜聰明 這一個台灣第一個PhD 你顯然不是很容易 把它說成前現代 對不對 可是它又非常積極的 要跟這個前現代的傳統醫療結合 而覺得裡面有很多價值 甚至我剛剛有跳過一個 跳過的一個slide很有趣 他就說 他說中醫跟西醫 誰比較好 我不敢說 但我敢說 這個漢醫的接骨術 非常的棒 那這句話非常的有趣 因為杜聰明其實 他真的是很嚴謹的學者 他論證都環環相扣 所以這個地方 他突然跳到說 這個接骨推拿很棒 其實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好 那所以總而言之呢 就是杜聰明關於 漢醫藥研究的計畫 對這種現代性的大斷裂 造成極大的挑戰 現代性的大斷裂要求 我們將每個人物 清楚地列於分裂的兩邊 保守傳統或科學進步 使得兩極中間成為無人地帶 中間人物無所立足 其實這個我想我們從台灣的政治中 也看得出來對不對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需要把事情分得非常清楚 以至於所有號稱要在中間 連接兩邊的人呢 都 我們要不是就一定要把它歸成一邊 要不然就是不願意正視它 就由於難以將杜聰明 歸入現代性論述中 以及我們常識中的兩極之一 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 才不得不變成一個眾人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語言不詳的謎 所以我剛剛意思說 我這樣問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謎非常明顯 但大家平常聽了那麼多杜聰明的故事 這麼重要的科學英雄 這件事為什麼大家都沒聽說 不覺得這個謎 就因為這個謎實在太尷尬了 就講出來之後 事情就變得很難 很難就是說 跟他的本來的形象完全沒辦法密合 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好 那 我從這裡我想進到一個結論 結論就是有一個更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剛剛故事的起先起頭點是說 世代協和醫院對不對 就渡從孫中山要死之前 就說那個魯迅會說 那個孫中山不吃中藥 比推翻滿清還了不起 就是換句話中藥是清清楚楚的 站在現代性的對立面 就是所有的進步知識分子都會這樣認為 這是有非常多原因的 因為西方醫學才走過非常光輝 燦爛的就是說公共衛生的興起和細菌學革命 我們的平均壽命才得到大幅的提升 那時候人這樣覺得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理由 所以是杜聰明比較 其實真的是比較奇怪 可是如果我們把這個歷史再拉到這個 1971年喔 就尼克森訪問北京 這大家可能也有聽過的故事 的時候 中醫要在中國跟現代性的關係 發生一個很大的轉化 就這個是紐約時報很有名的記者 James Reston 然後他去 他當時在做尼克森訪問中國先前部隊 他就到協和醫院 所以我們回到了同一個場景 在不到半世紀之後 那可是呢 他後來就 他自己就當時臨時要開刀 然後開刀完之後 經過針灸來幫助他減痛 然後他就觀察當時的裡面的人 然後寫了一篇 後來在紐約時報發表 就震驚美國 很多美國人那時候 第一次聽到針灸這個名詞 就是說 中國在這邊做出了一個 我們沒辦法想像到的醫療 就針灸非常有用 那由從這個角度來講呢 就是說 也等於是在告訴大家說 中國發展出了一個 美國人沒辦法想像的現代性 這是針灸熱的起源 所以非常有趣的 我們在同一個歷史場景 然後同樣的一個地方 在50年之後 原來作為現代性的 對立面的東西 現在變成中國現代性的代表 就是說他們發展出了一個 你沒辦法想像的科學 那剛剛高永泉老師有講 就是說我有一本書 我就在回答這個問題 就如何在半個世紀之內呢 由現代性論者這種死敵 而轉為中國現代性最具體的象徵 這個轉化是怎麼發生的 那在我做的研究之前 這個現象大家都有注意到 非常多的解釋就覺得說 反正就是一個政治運作 就是毛要利用這個 做進行政治鬥爭 或者宣稱中國做出了一個 就是那個 做出了一個跟西方不同的科學 以至於中國發展出很不同的現代性 總而言之就那個解釋都著重於民族主義 政治的操弄 都跟科學的內容完全無關 那我現在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故事中可能 跟科學的關係 比我們想的來得緊密得多得多 因為裡面有像杜聰明這樣子的人 他們認為傳統醫療有價值 而他們企圖在裡面 發掘出這個價值的存在 以至於這個歷史呢 並不是我們本來想的 是一個完全是政治史 而不值得正視的一個歷史 所以從這角度來講 我把杜聰明的故事 讀回這段歷史裡 這個歷史就留下了 更多值得我們探索的東西 但是不是全部人都是杜聰明 這個我也可以跟大家保證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 有問題的部分 那這才是今天故事的複雜的地方 就今天中醫已經發展 這從那時候以來發出了 非常非常多的變化 不是全部都是這樣 杜聰明這樣的故事 但裡面有這樣的故事 而且從剛剛杜聰明的故事 連接到常山的故事 還連接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故事 就到2011年 就是這個叫 那個Lasker Award 給了一個中國的這個 看起來像是我們的 大媽大媽樣的人 那這個Award呢 是叫做美國的諾貝爾獎 這個獎的得主 有一半後來得了美國醫學獎 所以現在大家都很興奮 就覺得說 他可能是 而且他是 他是那個當時西醫學中醫的第一屆 完全是那個本土的 他就發現 輕薅素呢可以治虐疾 那這個故事呢 傳統少影師說成說 完全是因為政治原因 就因為越戰的時候 越難 越越急 所以毛呢 他們就決定 毛主席又很英明的 立刻就決定 叫大家去研究 我們聽到大部分 關於中國科學的故事 都問題都在這裡 就因為他把所有的事情 都講成是毛主席 或周恩來的決定 好像科學家都沒有扮演角色 所以我們非常容易覺得 這個完全政治史的故事 可是呢 這個故事呢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就是說 在這之前 是有長山的故事 而且經理這個研究人 完全知道長山的事情 而且長山放在民國史上 是很大的突破 以前汪精偉就說 他絕對不相信 有中藥可以治傳染病 所以說 那清浩的故事 是那個故事的延續 就已經知道 以前的中國人一定有些知識 不然不會有一個 能夠治虐疾的藥 然後這個藥物呢 被這個Lasca Award Presentation 稱之為 Profile the world with arguably the most important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last half century 因為在現在WHO 在非洲用的就是說 治虐疾的一個標準 就是清浩素 那我不是在說 這個剛剛那個轉化歷史 全部都是這樣的歷史 我不是在講這樣的故事 但我只是講的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杜聰明的故事 和長山的故事 和這個圖幽幽的故事之後 應該會覺得這段歷史 我們不應該直接把它當成是一個政治史 而應該把它納入世界醫學史 科學史之中 這句話已經告訴你 它的確是有這樣的世界醫學史意義的一個故事 而如何把它當成一個世界醫學史中的一環來進行研究 我覺得就是說 這其實是一個 對於我們科學史家的挑戰 那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就是大家有什麼問題想請教 或者有什麼意見想要跟我們分享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王老師 就是我本身不是生物專業 可是我之前有看過那個恐龍滅絕 可是後來那個科學期刊有說 恐龍可能還沒有滅絕 可能就是它已經就是從鳥類 好像有大陸有看到說 有恐龍它是有羽毛的 所以又有一種說法說 那其實恐龍可能是演化成鳥類 那剛剛王老師說 那個尼安德塔人是滅絕的 那我不知道生物上怎麼定義它是滅絕的 還是說以後有資料 其實那個尼安德塔人 它可能還是 我們也是它演化而來的 就是在生物上是怎麼定義 是由RNA還是用其他的定義說 它是滅絕的 因為我不是生物上的專業 我想請那個王老師那個講一下 謝謝 我很驚訝 你聽了那麼精采的雷老師的演講以後 你還要問我這個問題 尼安德塔人已經滅絕了 好 那你有疑問 那恐龍滅絕了你有沒有疑問 你恐龍滅絕了你還有疑問 因為上次看那個科學人 他是說大陸有發現那個有恐龍是有羽毛的 不是不是我是說恐龍滅絕了你有沒有疑問 沒有 那你為什麼對尼安德塔人滅絕了有疑問 因為老師那個畫那個好像那個演化的圖 好像他已經 那所以我不演講還好 我一演講反而你糊塗了 很簡單 我們到現在三萬年來沒有發現過尼安德塔人 古人類裡邊發現最多畫質標本的是尼安德塔人 現在加起來有七百個 那三萬年以後的地層裡面 再也沒有出現過這些畫質 所以我們可以判斷他已經滅絕了 這是一個傳統的方法 那現在有一個新的方法就是檢查DNA 那我們現在已經確定 我們人類的DNA跟基因組 應該說基因組 人類的基因組跟尼安德塔人的基因組 是截然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說他已經滅絕了 你滿意嗎 謝謝老師 好 還有沒有問題 就我對雷老師講的有一個想法 那才對嗎 然後我想請教王老師兩個問題 就從雷老師 因為我之前就完全沒有聽過杜聰明講 你是問王老師嗎 我先講對雷老師你的想法 就因為我之前完全沒有聽過杜聰明 我剛剛講的就是杜聰明他好像這段是非常兩面不討好 就是他自己是一個學現代醫學的 但是那他又想做傳統的東西 可是所以我覺得這有一點是 因為老師你一直說你這是一個 就一般我們會講說是所謂的中醫跟洗醫 可是實際上他不應該是中醫跟洗醫 他應該是傳統醫學跟現代醫學 那杜聰明他那個年代啊 他是學現代醫學的 可是他所用的那些方法 在我聽起來其實都是很現代的 所以也就是說他的那些想法其實是很超時代 就是超越了他的現代 那他的現代在我們現在看起來 當然又變成傳統了 所以他的兩面不討好我覺得有點像是說 他超過了那個時代變得說 他同時代的現代沒有辦法去理解他 然後他的時代的傳統 又不懂他在做什麼 所以他會兩邊不討好 對 那這是老師我對你講的那個想法 那王老師我想請教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你說四萬年前嘛 大概就是智人進去歐洲 然後尼安德塔滅亡 然後歐洲的人類開始突飛猛進的文化的進展 可是這只有歐洲人 但是現代人他其實是 一直去了歐洲一直去了北亞 那有的又去了別的地方 所以去了歐洲的現代人 只是眾多現代人其中的一隻而已 對 那所以你用這一點來論證說 美國現代人在四萬多年前的突飛猛進 我覺得 光講歐洲可能 不是那麼全面 何況後來在幾萬年內又有其他的族群 那可能從中東從北亞 又進去了歐洲 所以歐洲不只是最開始四萬年前那批人 對 那我的第二個問題是說啊 就你說要提到說 大腦跟行為是沒有一起演化的 因為你在中間提到說這個DNA沒有辦法回答 可是在我看起來這個 反而是化石沒有辦法講的問題 因為我們從化石我們只知道它的腦容量有多大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去解釋說 它可能遺傳的差異 或者一些發育上或者是一些行為 因為很多基因的互相控制 調控什麼它會迅向行為 那這個東西你必須要知道它整套的基因組 這個你才會知道 那現在我們所知是還不夠 可是以後可能有機會知道 但是化石它所能看到的資訊就是 它的腦有1300CC1400CC這樣子 對 所以這是我的兩個問題 謝謝 這樣子 我很擔心我到底說了什麼 我每一次上課或是演講 這個 在Q&A的時候 總有一些問題是 說我說了什麼 我覺得我沒有使用過 從頭到尾沒有使用過 突飛猛進這四個字 我沒有 OK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也沒有談到什麼亞洲不亞洲的 我剛才是用一個非常sweeping的方式來說 我說現代人的現代行為 四萬年前出現 我並沒有說只在歐洲出現 當然沒有錯 我拿了幾張照片 我說洞穴壁畫 那很不幸的 中國地區就是沒有這種東西 那我並沒有說中國一定沒有 這不是我的意思 我要說的是說 因為這裡面涉及到的問題是 四十分鐘之內 你要把一門課的內容全部都介紹出來 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要說的是 現代人的祖先十五萬年前已經出現了 可是他的行為跟年的他人沒有什麼差別 根據我們現在擁有的證據顯示 現代人在行為上 有一個截然的轉變 是四萬年前 那十五萬年前 我們祖先的腦子跟我們已經一樣大了 那你說腦容量不算數 好 我也同意了 可是那按照你的建議 我有點擔心 這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不是基因組科學所能回答的問題 基因組科學不能回答腦子怎麼運作 而且還有一點 關於腦子究竟能夠產生什麼樣的 怎麼講 創造 我也不認為那個跟基因有任何的關係 這裡面涉及到的問題就是 我給你兩個年代 看看你能夠想到什麼 譬如說從1895到1945 我知道很多人說 這講的就是台灣的歷史嘛 1895到1945那不就是日治台灣嗎 對不對 所以從1895到1945 事實上我們談的是核子科學的眼 我們核子科學的眼鏡 1895年發現X光 1945第一顆原子彈爆炸 從X光到原子彈爆炸 極為邏輯的一刻過展 身積毫無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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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表達他一些看法 你有什麼 就那個朋友您說的很對 杜聰明自己也這樣說 他就說他自己是一個兩面不討好的立場 而且他也說 其實你去測試之後 說不定會發現 有很多中藥是無效的 就甚至於應該被揚氣的 他就說他完全可以準備接受這個結果 所以他就說 事實上也有中醫師會擔心 而且其實他的立場並不是支持中醫 他有明白的講 他贊成日本的那個漢衣見滅政策 所以他並不認為那是不對 他說漢衣現在需要的不是復興而是整理 所以他其實並不是一個 那個全面支持漢衣延續的一個人 所以他的確是在您說的 兩面不討好的立場 但我覺得蠻有趣的一點就是說 一個蠻重要一點就是說 他顯然是由於很多原因 他知道漢衣的有效性和價值 比如你看他像隨便舉個例子 舉到了長山 後來就被證明實際有用 對不對 所以你完全可以想像 如果當時他可以建一個 像他想的漢衣醫院 他馬上就找他立刻舉例到這個測試 事實上有可能他馬上就可以證實 這的確治虐疾有療效 那說不定後面就有很長遠的發展 就像他另外的 就是說鴉片跟蛇毒的研究一樣 那所以然後另外就是說 還有我講說他那個 講那個推拿之類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意義上來講 有一點是呼應 王大丸老師剛剛的講法 就其實我們有很多時候 科學的發想 一開始是沒有證據的 你只是大概覺得可能有價值而已 你並不知道是不是有價值 杜松明也是這樣的立場 他準備要去測試 他只是覺得說這個要明白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用 其實有效 但是我們去做化學分析 就是找不到有效的主成分 那我們可不可以反過來試 這樣就可以知道結果是怎麼樣 他立場是這樣 那所以我這樣講的呢 我覺得我們來認真的看 杜松明這個構想的時候 還是會得到一些很重要的 跟我們原來想像的科學觀不一樣 比如說一個是呼應王大丸教授剛剛說的 他本來在已有科學知識之外 他隱約覺得有價值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指引 但他並不是因此就咬定 他一定有價值 那第二就是說 科學並不是一個鐵板一樣的整體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理解杜松明 還是用保守進步科學不科學 對不對 可是對他來講 你是用化學藥學 還是用實驗治療學 你所構成的跟傳統中醫的關係 會變得非常不一樣 那他基本上只是假 他只是覺得說 這個傳統漢醫 傳統醫療的價值 其實比我們現在了解的還來的高 而目前的化學研究法 沒辦法充分的實現 所以他希望找一個研究法 能夠去測試和落實這個價值 那所以我自己的感覺就是說 在這個意義上來講就是說 我們來認真看它的構想 你就可以感覺到說 我們傳統我們 有的時候我們對它 對個東西不滿的時候 你就說它是不科學 我幹嘛了 至少這樣的概念 無助於我們理解 這樣的嘗試和努力 一個比較 那這個回應到 剛剛那個同學你講 就是說 你覺得它是超越它的時代 那 某個角度上是的 因為剛剛我講的好幾件事 其實都是有超越它時代的意義 可並不是超越到就是說 好像在胡說似的 對他來講 他覺得是可行的 不過可能他也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說 人家說就是 想要做突破性努力的是 失敗最 一定會得到失敗 就是你想在太多方向上同時突破 那最後就 就不容易做到 那可能無論如何 就是說我覺得那個 我們這樣來看待他的話 就會覺得 你比較能夠如實的看待說 他想要推動的突破的可能性 是在哪裡 他想做什麼樣的嘗試 所以我基本上很同意 剛剛那個朋友講的說法 但是我有點覺得說 我們有的時候 我們就說那個人很超越他的時代 這樣就 一下就講完了 就說 也蠻可惜的 因為那 尤其我們在台灣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 像杜聰明 現在我們就說 他超越他的時代 這已經他1929提出的 那我們後面80多年的人都被他超越 似乎太遜了一點 所以如果我們嚴肅的來看看 他當時提出來的是什麼樣的Fusion 這什麼意義上 一直都不被認真的看待 我們比較容易學到一些東西 而不是直接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說他太超越 因為太超越 可能就覺得他超越了80年 所以現在我們還繼續被他超越 都是可以想像的 可是我們看到這些細節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其實這樣的構想 而一直沒有機會實現 其實是反應了非常多 告訴我們很多以前的狀況 對 其實我一點都不會認為 杜聰明這個想法是 因為從今天來講 他只是做相較而言 比較是現象學的觀點 所以我們現在想像 杜聰明在今天提了一個Proposal到科技部 說我要透過大量的實驗來尋找有效的治療藥物 那會不會通過 那答案是 答案是很困難 答案是因為他成功的機率很低 那成功的機率很低 是因為他這裡頭 他不去強調這裡頭的所謂 對 對 因為就像是剛才那個王道凡講的 我們這個人類從十六、十七世紀以來 這個科學的這個大步的這個進展 他好像沒有講這事情 不過我說 如果他講到這個 他quote這個 Kyle Popper所講的話的意思 就是 這個近代科學的一個特徵就是 我們開始有理論 這個是 可能是使得一些人 對於說純現象學的這種approach 因為你這個理論跟觀察或者是實驗 其實是繳在一起的 那對於杜聰明這樣子的approach 會有懷疑的地方 那事實也的確是 這個有點像在沙子裡頭撈筋 是很困難的 可是我可以給你一個例子 物理上也有 這個像圖幼幼或者說你不管是 其實長山跟這個青豪 我聽你講說 其實早就知道他有療效吧 只是這個 並不是那麼的肯定或者是 現在以這個故事來講 早就知道 而且杜聰明只舉兩個例子的時候 就舉到他 對 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 如果審核他計畫人說你在大海撈筋的話 可能就不會同意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就有點像 逗您 不是不是 我理解 不是我的意思說 因為他已經舉了兩個例子了吧 所以這個是已經知道的吧 對不對 那現在的他 我想杜聰明的ambition 是要去尋找 沒有 沒有 他舉那個例子 是 大家 覺得是 比如說你那時候去查日本的資料 有的科學文獻的話 就會說長山沒有治療瘧疾的效果 所以這有爭議 可以的意思說 在當時還有爭議 有些人認為沒有 有些人認為有 或者說 你說長山有兩類吧 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說從杜聰明的角度來講 他知道有些人在用 而且也認為有治好瘧疾 可是因為你沒有真正進行嚴格的科學測試 對不對 你沒有看過說 吃了藥的人之後 學理的月圓蟲就減少 所以從科學家的角度來講 這只是傳說而已 沒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所以從這角度來講 長山跟其他很多的藥 是完全平等的 就是說 是大海撈筋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用 對他覺得說這裡頭 還是有一個空間 不要那麼樣子的這個 有一個悲觀 就是以那個為例 就是他有potential to be fulfilled 但是是被忽略 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子 可是我 所以應該要更進一步的研究 故意逗你 沒有沒有 我就是要跟你 我給你舉個例子 因為你剛剛講到圖幼幼 對不對 這個發掘這個什麼清蒼 這個 我要給你物理的例子 這還是拿了諾貝爾講 大家應該都聽說過高溫超導體 對不對 就是也是 因為我們國內有一個 那個 吳茂坤先生在上面 也是有所成就 當初他們就是泡嘛 就是 就是材料 就是 shake and bake 就是你 其實這個的突破 是最早是兩位 德國在IBM研究的科學家 他們就 也是 你說有由來沒由來 有道理沒道理的 就認定說 這個 這個 有一類的材料 有可能 是 可以是 超導體 那傳統上面很多人認為說 那個是 不會是超導體的 就是你在尋找超導體 不認為說它有 有機會變成是很好的這個超導體 因為它其實是很好的絕緣體 大家知道那個陶瓷類材料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 你如果去追問說 你有什麼樣真正solid scientific reason 說這個會是一個 有機會成為這個 溫度比較高的超導體材料 我想他們是舉不出來的 可是就是去做啊 就做了以後就成了 但物理比這個 或者說材料的性質 要比這個 例如說長三的療效 要更容易檢驗 所以 後來就給他們找到 那檢驗到 可是他們那時候 一開始找到的溫度是 二三十度K 然後 可是這就已經讓人家很振奮了 因為 很多人長期 數十年來就希望要找的 這個所謂高溫超導材料 終於 頭一次有個突破 然後就開始 那你怎麼樣子再尋找 這個更高溫度的 零件溫度的這個高溫材料 那 但第一個線索就是 以他們這一對 德國科學家 所發現為依據 再去加加減減一些其他的元素吧 那 五毛坤跟朱金武就是成功的 一對吧 但可是大家也知道 這個拿諾貝爾講的 沒有包括五毛坤跟朱金武 因為他 也許啦 OK 但我不知道 諾貝爾講的這個 這個考慮什麼 因為是五毛坤跟朱金武 第一次讓這個材料 這個超過 超過液態氮的這個 淋液溫度 所以 到達九十幾度 那現在已經有 一百 過一百度的這個材料 可是 你這個潮流 這個風潮過了之後 的確那段時間 就剛好就是 真的是 金子到處都是 可是你在整個科學發展的 這個 這麼長的歷史來講的話 那個是 就是 當時如果是 朱駿跟五毛坤提一個 Proposal到美國的 NSF 說我要錢 你要給我這個儀器設備 OK 低溫的這個裝置 然後我要尋找某一類的材料 我想機會不是很大的 我是這個意思 OK 所以這個絕對沒有不scientific 因為我們知道的很有限的時候 你也只能夠 就是 就是 你知道 就是 就是掏殺 也許你有機會掏到金子 OK Wonderful 但是 這個 所以以今天 這個可能也是現在 這個 科學 怎麼講 因為剛才王大凡有提到 日本問題 OK 那我們在這個邊緣地區 比如說以台灣在邊緣地區 我們到底該不該支持 這個 高溫超島 這方面的這個研究 因為這個高潮已經過了 我知道 現在在全世界已經 就轉到另外一個 一個熱門的領域去了 OK 所以說你現在如果要研究 高溫超島的話 我不敢講你拿不到錢啦 但是你拿到錢已經不是 8090年代那麼多的錢了 可是在台灣如果說 我們覺得要 也許這是都聰明的策略之一 儘管是 這個掏 這個叫做什麼 掏殺撈金 但是這個如果洋人不做 OK 那起碼這個我們可以做 但是這個機率很小 那也就是因為機率很小 洋人不做 好 可是這個又會 回來就是說 那這個 就是因為我們使用科學資源的效率 也許在這樣子的策略底下 比較低 那又變成一個問題 抱歉 我剛才好像你有 我就是我剛好就是有一個理解 就是其實剛才雷老師他說的杜聰明 然後他的背 他的故事背後其實我想大概有一個脈絡 就是武士運動之後 武士運動之後中國對於西方科學的吸收與理解這個背 然後我們現在如果反思的話 大概就是我們學習到了西方的一些科學的一些理論 但是就像之前王老師他說的 就是西方它不只有科學理論 更多的是科學的社會脈絡在這裡面 就是但是我們沒有學到這個 但是我們可能就沒有學到 沒有注意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假的 我們做一個假設吧 比如說在西方的某一個 某一個那個醫師 西方有個醫生 然後他發現附近開了一家中藥館 然後他發現那裡面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生患逆疾的一個 一個人 一個病人 結果被中藥館裡面的一位醫師給治癒了 如果按照這種假設的話 有一定科學社會脈絡的那一個醫生 一定會對這個事情產生好奇 然後一步一步往這個地方去研究 這個就跟 其實跟杜聰明有點像了 但是如果當我們真正學到了科學脈絡的話 我們才會就是對這些細節更加關注 而說不定就像我前面假設 如果那一位西醫的醫生 對中醫藥管治療 就是要逆急的 就某種中醫藥物 產生興趣要繼續研究下去 說不定就和現在圖友友的成就 是一樣的 然後我舉這個假設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武士運動之後 反思中國對西方科學的學習 就不只是學習科學本身 然後學習就是如何 科學的提出先入 如果如何有先入之間 然後如何去論證 還要一種就是社會脈絡也要 在這裡面 大概這是我的理解了 要不要有什麼補充或回應 還沒有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雷老師 雷老師今天幫杜聰明先生 竟然做了很大的一個平反 那我想請問一下 當時反對他這些作為的那些學者 如果說他要反對杜聰明先生的 這些提案的話 他只要很簡單的把他的提案內容 把它打成現代話語傳統之爭 或是說新舊之爭 這會很簡單把他的內容完全抹黑掉 這是一個蠻簡單便宜好用的政治手法 但是我很好奇 當初他們的反對內容 是不是有這麼的非理性 一來問題就是以 我剛剛不就給你一個可能反對的科學理由嗎 就是機會不大嗎 對 我的意思是說 以杜聰明先生他提的那個 逆向研究方法來說 擺在今天來講 或許說我們聽起來 他在科學方法是很沒 sense 但他可能就過不了 他的研究倫理這一關 諸如此類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當時 問題有兩個 一個是當時他們西方科學 他們的研究倫理上 跟杜聰明先生所提的方法相不相容 二來是當時反對他的中國西化學者 有沒有掌握到相關的西方研究倫理的知識 然後進而提出合理的反駁 然後進而提出合理的反駁 那個我想要怎麼說才好 剛剛講到第一個我覺得蠻值得來講 就是說 杜聰明其實當時沒有收到的支持 我們看到最多的資料就是起源 原來對他的批評 一個就是剛剛跟倫理有關 另外他就覺得是開倒車 其實我覺得蠻重要一點 就是說我們現在說是政治打壓 可是其實當年他們都是進步青年 各位在座的人 當年應該都抱持那種看法 就是不需要講很多 就是杜聰明需要為他的立場辯護 但大家的共識很容易形成 這是時代改變 那我怎麼講更具體一點 就是說我剛剛不是說 洛克菲勒基因會成立協和醫院的時候 他們覺得說 我們其實是為了改變這個國家 要引入科學的精神 所以要建立一個叫做John Hopkins 在東亞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然後唯一一個讓步就是剛剛的建築 另外一個就是說他們考慮 要來成立一個藥學系來研究中藥 但他們非常非常的遲疑 因為當時根據西方的看法 覺得這傳統的本草沒有什麼好研究 在事實上美國醫療 在二世紀出一個很大 有一本醫療史的專書在寫這個 就是他們開始進行調查的時候發現 不是講東亞 就歐洲 美國他們以前也有他們民間用的藥 然後他們測試結果是通通都無效 就這是美國醫學專業的話 也很重要的一個一環 就是說以前每個人都在吃 都說有藥是我們都知道無效 所以他們這邊覺得你講這沒有什麼難以理解的 不久前我們也是這樣子 那所以說當時那個他們非常遲疑 要不要成立那個藥理部來研究中藥 因為對他們來講問題已經解決了 然後他們也知道日本的情 他們覺得日本人腦子有問題 那是另外一種日本science的問題 然後他們可是他們就說 可是很多人都這樣講 他說連那個胡適都跟我們這樣講 所以他們當這個故事有一個滿有趣的 對不起我再多講一點故事 因為我覺得我們談這些問題的時候 很容易耍回到我們很習慣用的詞 可是我們知道故事的細節 就會有些新的觀點 就他們就找了一個那個賓州大學的教授來 然後來了之後 洛克菲的基因會的人就給了他十個藥 就說這是我到處聽人家都說有效的藥 就你來試試看 結果那個他就做了半天 就說快了兩年要回去了 完全無效 所以他已經決定要走了 那如果走了洛克菲的基因會 就決定把這個事打住 那就在這個時候呢 有一個人叫陳克輝 他後來當了美國藥理學會的會長 然後得了他們的終身成就獎 他後來被害了到那個里萊藥廠 當那個醫療研發部的主任 那這個人那個時候才是一個碩士生 然後他就要來這個加入洛克菲的基因協和醫院 然後他就說他在上海跟大家家人過春節的時候 他叔叔是個中醫師跟他說 別的藥沒有效 那個麻黃一定有效 然後後來他就來了 他們就研究麻黃 後來就研究出麻黃素 然後那個也是引起第一波的中藥開始的熱潮 那個藥後來有五百多篇論文 然後就說 然後因此他被里萊藥廠腰走 就說所以我剛剛講的意思說 在杜聰明那個歷史脈絡中 大部分人的想法都會覺得 這個藥物裡面有效的成分非常的有限 然後又違反醫學倫理 實際上是不太值得去研究 甚至語言有建議說如果要研究中藥的話 天銀就無效的 這樣最可以造福社會 馬上可以告訴大家哪些要是 無效哪些要是有毒的 就是說這樣子可以最有效果 就是說當時是這樣子的一個歷史環境 我好像沒有完全回答你的問題 你可以再給我一點提示 你覺得最不滿意的地方 我好奇的是 當時他們所謂的醫學倫理 是指的只是指 合不合他們的方法學 還是只是指 這個方法背後有一套他的倫理學的 醫學倫理的原因就是 從他的角度來講 這是一個你完全沒有嘗試過的東西 直接用在人上 你怎麼知道毒性有多大 他有相關的一個論述是指 然後你根本也不知道這個藥物的 植物的基源 主要的主要成分 毒性都不知道 你結在人的身上試用 那就等於把人當成白老鼠 他們那時候已經都有這些詞了 就是把人當成白老鼠來試用等等 而且其實長山在本草綱目裡 列為毒草 就是說 可是本來以前就知道 他知道長山是有毒的 而且他製的藥叫截虐丸 他說絕對不能給孕婦吃 然後講截虐丸意思就是說 一定是他得了虐疾 已經反覆的發作 你確實知道 你才給他吃這個有毒性的藥 所以你看這個故事一方面呼應回來 就是說 你要把一個傳統就知道有毒的東西 用在人的身上嗎 可另外反過來就是說 這不完全是大海撈金 就以前他們用 他們的確知道一些關於這些植物的知識 那你要不要認為那個知識是有價值的 以至於你有系統去研究它 那這個態度就會變成一個不一樣的態度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說 一方面那個批評不是完全落空 二方面就是說 當我們 這是我剛有一點在逗您的原因 就是說 因為如果我們講大海撈金的時候 就有點覺得說 這一大堆的 事上也是一大堆的東西 可是如果你相信 如果你像杜聪明一樣認為 其實這邊有價值的東西 有過有聪明才智人在裡面 累積過很多相關的知識的話 你面對他的態度就會有所不同 然後你也會因此覺得你要發展出一個 可能假設他有價值 最能夠使他價值實現出來的研究方法 那這就變成一個很不一樣的故事 我大概是這樣子的意思 那現在在圖悠悠這個接受到 這個這麼高度的認可之後 那其實我們現在就拉回來先來 不論這個歷史了 其實就剛才他講到說你替杜聪明平反 其實杜聪明因為你是要特別強調 他這個面向是大家不知道 一般人還是覺得杜聪明是非常正面的形象 所以其實沒有平反的意味 我這樣可能玷污杜聪明 那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歡聽到 但是中醫師聽了就很高興 他們就覺得那個 就說杜聪明原來是這樣子的 就說 對對對 不過就是我要回來圖悠悠 就是圖悠悠這個拿獎之後 拿這個大獎之後 那麼 現在西方藥理學的態度就是 這個本來就是很開發的 對不對 這個是 提煉的 提煉的 所以它是化學工作 對 它是化學工作 不過我的意思是說 這整個的脈絡就是 剛才雷祥蓮已經講到了 這 就對於這種 這種草藥的研究 或者說質疑 不是 這是全世界性的 全世界每個文明都有 就是一開始的醫學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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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天然 草藥 那可是多半 可能都 它的療效是有限 就是不是顯著到說 你就是藥道病除吧 所以就 就被質疑 你說在19世紀 其實我 我今天 倒不是在那個提倡立場 所以其實我想 給大家更多的謎題 在徒歐的事發生之後 其實還有更進一步的爭議 就有人就說 這個研究跟中醫完全無關 完全是用現代的方法 就是說海選藥物找到的 在裡面得到的啟發幾乎是零 甚至說 這個藥跟那個 我們講葛洪那個走內方 完全無關 所以從這角度來講 我現在講的故事 這樣引用是誤導大家 就是說 這完全是 你講的是對的 就是說 就是說是中國基於越戰時期的需要 投量大量的人力 那 因為就把它當成國家計畫 就是本來不該過的計畫 後來過了 然後開始海選之後 果然給他找到 跟中醫傳統完全無關 但是現在至少 這Lasca Award Presentation 還是把它講成是一個 受到中醫裡啟發的故事 是是是是 就是說當時他們本來 就想去蒸餾的時候都找不到 然後後來因為葛洪走內方說 你把它一腳的汁喝了就直接有效 所以知道說它可能是那個 很容易揮發的東西 然後之類的 就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某個角度來講 這個爭議的故事 即便在這個成就出現之後 都還沒有解決 還是會有人認為 這基本上這跟中醫要 中醫完全無關 這真的就是大海撈金 然後在歷史那個特殊時間 政府投入大量資源之後就會撈到 那又怎樣 不保證什麼別的 那這種研究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 跟都完全無關 所以我進一步把 我最後的故事 又把它變成一個問題給大家 不過這個還是會引起 大家對於傳統這些草藥 有比較大的興趣嗎 我說這個當然 你剛才已經講了 這個是全世界性 這不是說只限制在中醫 可是起碼中醫古籍記載的一些資料 還是有人會覺得說 可能還是有個寶貝 有一塊金被忽略掉了 就是 你剛才講那個 杜聰明那個時代應該是比陳克輝晚 他提那個 他提 他的主張的時候比較晚嘛 對 那他應該知道陳克輝 還有 當時日本也有些研究 漢藥有些成績 有些成績 他也知道 那是不是他受自己啟發 然後引出他的想法來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這樣子 是在日本那個傳統之下成長的 所以日本的情他知道非常多 然後我有特別去查 看他有沒有提到陳克輝 他有提到麻黃素 但他沒有講很多 這點我還蠻吃驚的 因為就像您講 陳克輝那個時當時已經很有名的一個成就 但他那時候後來沒有講很多 不曉得跟他在日治台灣是不是有關 就是說他的確是 我也有在特別注意這一點 是是是 謝謝 道懷有沒有要補充 其實剛才雷祥林 有一點沒有提到出來 我稍微補充一下吧 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對於科學的認識跟了解 其實科學的內部是多元化的 就是你一定要有這個概念 可是我們現在往往 我們從小所受到的教育 告訴我們科學似乎就是鐵板一塊 我們覺得有一個標準的科學方法 我說明科學的多元性最好的辦法是 用我的例子 就是去參加美國一年一度的神經科學大會 那幾千篇論文 接近就是應該用接近萬篇 在那邊發表一個禮拜的會 那你到會場你選任何一天 你到會場去走一圈 你一定會看到非常奇怪的東西 而且你甚至會覺得它完全out of date 你譬如說你包括你拿一個大的磁鐵 然後你貼近頭的左邊右邊上邊下邊 你就可以改變腦電圖 從物理學家角度來看 那廢話這一定會改變 可是我要說的是說 你現在還有人在做這種研究 了解這意思嗎 就是說科學界的內部 它已經有 我覺得它已經就像生物演化一樣 每一個生物族群裡邊 都是由不同的個體組成的 科學界內部也是一樣 科學界內部有它的多元性 這也就是科學界的活力的所在 關鍵在這裡 就是我在參考 雷老師給我們的一個故事 一個大的故事裡面 其實他真的想要強調的一點就是 科學本身有它的多元性 因此我們對科學做任何一個判斷 本身都可能有缺陷 剛才祥林說這個要逗我 他起來希望我站到對立面 其實我剛剛聽 我聽了祥林的這個演講 我對杜聰明 我基本上覺得他是有創意的科學家 我也沒有覺得他有任何 我們以今天的所謂科學官來講 任何的不科學之處 尤其是你後頭的補充說 他其實也同意多半的這些草藥 其實是無效的 可是他覺得說有一些 我們還是應該要加重視 這個我沒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大概鬥不了說 我來跟你站在 扮演你一個某種的這種 這個你期待的角色 好啦 可是我剛剛有一個問題 你剛剛說他的計畫應該不會通過 不是我說這個在今天 我認為說這個是有充分的 這個判斷的理由 但是科學就是會有例外 我也許我如果這句話講了 你會覺得 就是我 我 如果你是審查人 對 我是審查人 當然我不會讓他過的 不是 因為我們所謂科 對這個點講就是說 科學是談機率的 就是 我們的科學這個當然有成功有失敗 你要知道這個是沒有答案 這個 任何的審查都是有主觀的因素 可是這主觀的因素 是基於每一個審查者 他過去的這個理解說 所以這表示說 那其實應該這樣講 你的問題在於還是回來 這個最基本的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科學的有效性 是那麼大到說 這個科學官居然 連這個非常邊垂的邊垂的台灣 都居然臣服在科學官之下 倒過來問是這個問題 對不對 就是即便你是中原院長 你是台灣的第一把的這個 第一位PhD 第一位MD 都還是有受到 沒有他那麼地位的人 從他的這個科學官來否認 來否決對不對 這個 是這樣的問題在有趣嗎 但這個問題就很基本的 這個科學史的問題 對不對 可是問題實在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它放回到1935 大家都可以瞭解 對不對 那我都覺得重點是說 你說別會要過重點 我說如果是你審 你不會想過 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說我不會給他過 你不會想過 就好像說我如果審一個說 有一個計畫 現在要尋找高溫超導體 OK 然後他有他的這個 這個特別的想法 有他覺得說 我這一系列的材料 有機會得到 做出高溫超導體 那我看他的evidence 那可能我覺得 就是現在其實這種 其實本來那當初 1980年代那個 那一對德國科學家 那個我想他們也並 你知道他他當初 這個但這個是 所要的經費不多 所以他們 我相信那個不是一個 正規的研究計畫 就是他本來就是在 他實驗室裡頭可以 可以可以 這個叫做 怎麼講 東配西配 這個弄出來這個 這個材料 可是你如果需要大量的經費 小的話是沒問題的 OK 可是錢數如果要多的話 我想機會不是 是不是很大 所以科學就是說 這個probability 你一個計畫成不成 沒有人敢講說它是百分之百不成吧 我認為那個是一個 一個這個 這個科學帶來 就科學之後 我們才有的 態度 好或壞是另外一回事情 OK 我還是要講 我覺得它是 我就是它被deny 是justify 可是我倒過來一個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 這個科學的 這個 這個 這個觀念是 那樣子的怎麼講 生透人心對不對 倒過來看 就例如說我在反對 我們台大有人在 也可以 位高權重的人在研究 特異功能對不對 有沒有類似之處 特異功能我沒有說 它一定不可能成立啊 對不對 可是就我的知識所及 我覺得它機率非常低啊 它遠比這個長山什麼樣機率低太多了 其實我們時間過了好 我們不過我們這個 補充一下 剛剛你們在吵的那個問題 其實想 討論的問題 其實想當年那個 Galileo 也有在研究 也有在接觸占星術啊 科普勒也是啊 那牛頓 花了那麼多的時間 在做那個 煉金術 可是我們現在 講到這個話 都覺得說 他們這些人應該不會做 那麼不科學的事情吧 事實上他們在那邊 也花了不少時間啊 牛頓也覺得他不科學 所以他不敢讓講 哈哈哈哈 好啦 我們今天的討論到此為止 我們這學期六月底 還有兩場演講 OK 歡迎大家六月底 在最後一個 六月最後一個禮拜二下午 再回來科學沙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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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